Hello,大家好 今天是周三 然后 这两周 我们都比较不舒服 我们得了一个流感 然后从乘乘开始了 乘乘生病了 然后他传给我 之后我们家 每个人都得了这个流感 特别难受 有发高烧,全身酸疼 然后有很多 就是有咳嗽 比较不舒服 然后感冒的时间 也长了一点 我们几乎每个人生这个病 就是要六七天才可以好 今天 差不多我们都好了 只剩张亚恩还有一点不舒服 然后他可能 明天就可以回去继续上课 现在 我在厨房 我在做我们的午餐 给你们看一下我在做什么 今天要做的是 那个鸡肉沙拉 chicken salad 然后我把 我把鸡胸肉放到这里 先用水煮,煮熟了以后就可以切 切成小块 然后我待会我要切一点 这个青菜 洋葱 然后 和肉加到一块 然后这个上面的酱 就是这个 面内汁 加一点柠檬汁 然后加一点黑胡椒 加黑胡椒 加一点香料 然后就可以搞得很好吃的样子 几乎我要用的香料做这些 当然 等我的鸡肉好了 我就开始 切菜 然后全部搅拌到一起 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我也喜欢给他们吃 因为有鸡肉嘛 有 protein 然后还有青菜 有生菜 对他们身体很好 而且很新鲜 现在 家里有程程 正正今天不上学 她是周二周四才上学 还有张亚恩 张亚恩今天 终于可以好了一点了 我就让她多留 再加一天 因为身体很虚 没有太多力气 然后让她在家再休整一天 明天不发烧的话 就可以正常回去上课 对不对 在家休息休息 多喝水看电视 今天天气特别好 随便带你们去外面看 今天的天有多舒服 现在真的是到了春天了 然后花都打开 天天就是太阳很好的样子 然后这个温度正好 也不冷不热 有一个轻轻的风在吹着 让你们看一下 我们家的花有多好看 就我们家前面的花 这是也是我小时候的家有的花 叫Azalia 然后花开得很好看 我们这个 这个好像晚一点也会有漂亮的花 这个颜色让我们家变得更美 很有春天的味道 这个树也很漂亮 就长了很大很漂亮的叶子 Buckley很神奇 他好像学会开门 他本来在后院子自己玩 关 关 关着 然后他这样 门关住了 然后他跳起来用自己的脚 去按了一下这个把手 压了一下这个把手 然后就进来了 我看见他了 他这样 你想干嘛 Buckley Buckley 你继续玩吧 Buckley 啊 看一下我老公现在忙一些什么呢 老公 你在工作啊 没有 今天上午我再给你搞这个 搞这个办签证的那些材料 哦 好辛苦啊 这个 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开始帮你搞了 只不过是需要填很多信息嘛 哦 然后我这一次是找中介帮我们办的 就不用去洛杉矶或者去华盛顿了 对啊 花点钱让他们帮帮我们办吧 差不多好了 有几个东西让你需要让你让你签个字 好的 稍微拿去填一下 我今天就把它 这些是你需要签字的 哦 可以可以 然后我今天签完以后我今天把它买回给寄过去 好啊 因为 估计这个签证往返的签证的话 你想要有寄过去一个星期 回来一个星期 对 估计就需要三个星期左右 对 所以我们赶快办办吧 好啊 然后刚才又看了你的这个老的护照 你看Rebecca 这满满的全是去中国的签证区里 他陪我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全都是 全都是国内的 看一下 满满的都是回忆 然后这个老的签证也需要 老的护照也可以需要寄过去 新的护照也需要寄过去 好的 那你等一下签完字吧 签完字吧 好啊 这没法签个名 然后就可以办签证了 什么时候我的姓可以变成你的姓呢 真烦 等我们今年从回国 从国内回来吧 结婚十年了 媳妇一直有个要求 让人要姓我的姓姓张 因为在美国的话 女方结婚要随夫的姓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往返中国美国 然后 护照上 签证上 对都是 证件上全是我那个 以前的姓 以前的姓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为了方便起见吧 对 就是为了我们的证件上 正在等 证件上和我们这个签证上 都是一致的信息 还有什么结婚证上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 今年找个时间 正好结婚十多年了 我们就 Rebekah就需要把她的姓换成张 而不是现在的Galey 这个Rebekah提了很多次了 因为这在美国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你像我们在办 在办东西的时候 我要说我的wife的名字 人家会说 人家就看完以后迟疑 为什么你的老婆姓 还和你的姓不一样 尤其是我办学校的事情 我的孩子和我的姓不一样 在美国不是很常见的 不是很常见的事情 我们今年找时间 就赶快给她办下来吧 姐姐一走厨房又交给Rebekah了 是不是 对 姐姐在的时候我也做饭了 就是我做饭没有录下来 对 平时我们都做 只是我们姐姐都做的比较 有特色的中餐 我们想拍拍 录一下 然后我一般做饭 我就是很快的简单的做一些 没有录下来 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最主要的青菜是洋葱和芹菜 这在美国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午餐 是吧 非常流行的一个午餐 鸡肉沙拉三明治 我就觉得我们饭这个方面可能 我们结婚十年了 这辈子永远 没法调和 Rebekah可以吃我们的中餐 而且很喜欢 但是我是没办法吃 不是没办法吃 就是你做的 她没办法爱上 对对对 很享受的 你做的我吃一顿可以 我吃不了两顿或以上 我就觉得不行 我怎么感觉我们老了以后 就我们结了婚五十年以后 我们还是这个饭 结婚十年我还是没办法接受 他们的饮食 也不是没办法接受 你可以吃 而且你这两三年来 美国一直在吃 但是我能深深的感受到 你不喜欢 对 不是你不能接受 你很严重的吃 她只是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饭 我不会enjoy 啊好好吃的样子 然后我可以很享受很享受 我吃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忘了你那边 我就心里很激热 这个没办法这个 对吧我没办法说 我是一个不挑的人 因为这个比较天生 我天生我就可以什么饭 哪个国家的饭都可以接受 我偏我爸爸我很不挑 吃什么我都能觉得好吃 而且都可以享受 这个是饮食结构是可能是 这真的是习惯性的 或者说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反正结婚十年 我们最我们差异最大的 生活方式最大的差异 就是这个饮食 就是这个吃的这一半 哎呀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相互的去 相互的 理解 接受 包容 然后煮的鸡胸肉 切碎 煮好的鸡肉比较好吃 容易切一点 这是南北汁还有柠檬汁 黑胡椒 黑胡椒 加多少呢 我都是颤 就自己感觉 对对对对 你自己感觉这个味儿平衡不平衡 应该有 然后把这个调好的这个酱 就这样搅拌一下 好了可以吃饭了 加盐 你这个饭 你就加那么点盐 不淡吗 我煮肉的时候 加了一点盐 一般我教你这么多 然后呢 因为这个越放越好吃 所以我想先放冰箱 十分钟 准备其他的东西 准备盘子和水果 这么的 用到两个下 好的放冰箱 冰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吃饭了 新鲜的鸡肉三明治 看他成 舒服得很在这 吃饭宝贝 你还还是有一点点没胃口 是不是 好久没有生病那么久了 我们不是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尝一下啊 新鲜的鸡肉三明治 这个好吃 嗯 其实这个三明治 越放 越入味越好吃 这个沙拉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准备他做一顿沙拉 我们可以吃两三顿 明天中午吃再有食 嗯 挺香的 他做的麦奶酱很多很香 这个月底和下个月初 是老大老二的生日 尔白卡之姨也在忙着 给孩子们 准备生日派对 这样啊 这个周末他们会邀请一些 同学朋友 来我们家庆祝 他们的生日 我们家前两三周 病了病了两三周的时间 哇塞 小孩小孩一好 我感觉椰子大了很多了 是吧 变了 可爱的不得了 他今天在佐尔玛 我们在找他的食物 狗狗的食物是吗 狗狗的食物 狗狗的食物 我们在后面 他后面 他在跳起 然后每一个人看见他会笑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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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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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你想见到奶奶这个 summer 看奶奶 看奶奶 嗯 你想看你的 real hometown där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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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 与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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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表情啊 这两周第一次 吃完一个东西 然后要妈妈再给她做一个 说明你生病马上快好了 好了 我们吃过饭了 我们还要给小晨晨放睡了 关于今年回国的事情 我们会给大家更新吧 不是说你想回去 就可以立马回去了 做一些安排和计划 首先签证各方面 所以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吧 如果今年夏天 然后Rebecca也拿到签证了 然后各方面时间都合适 然后我们也找到合适的人 看我们的狗狗 对 我们就会回去 还有就是飞机票的价格 因为我去年有回过一趟 短暂的回过一趟家 但是Rebecca孩子们 的的确觉得三年 没有回去了 这也是很多年来 Rebecca时刻最久的一次 没去过中国了 很期待吧 很期待 如果我们今年售假 能够成行的话 很期待带着Rebecca孩子们 回老家看看 然后看看奶奶 然后有很多 很多想见的人吧 很多想去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 持续的更新吧 我们回国的这个计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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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